来来来 短发的 好可爱啊 好甜美啊 我觉得这女生 比较清爽 非常干净的感觉 好可爱 好可爱啊 大家好 孟爷好 我叫严湘君 今年23岁 来自山西太原 然后目前的工作 是新媒体编辑 想找的男生是属于 声音要好听 然后性格要很好 我声音不行 我才不会告诉你 我是声音 6号 那个好听的声音 是什么样吗 就是说话声音很舒服 你说话声音就挺好听的 谢谢孟爷 她真的好可爱 还蛮可爱的 有点呆萌的 5号 2号女主嘉宾你好 你好 那我们泽宇她的 她也是你的同行 你要不要听一下她的声音 好啊 5号说两句 喂 我刚想说我的声音 其实不怎么好听 但是女嘉宾 大家对你的第一印象都很好 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聊天当中 一起期待一下 谢谢 好的 谢谢 你对这个声音你觉得是属于普通 比较好 很好 还是不怎么样 不会给评价吧 但是听上去也很舒服 听上去也很舒服 听上去也很舒服 高情胜 高情胜 有机会 快啊 她怎么不展示 4号 2号女嘉宾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刚刚说你是23岁 对 那我儿子也是23岁 那你说你喜欢那种声音很好听的 很有磁性的 那我儿子她的声音真的很好听 你可以听一听她的声音 好啊 4号说两句 你好 你好 那个女嘉宾 你好 我看你的样子 你真的是很可爱的那种类型 请问你平时喜欢就是说 看动漫啊之类的东西吗 其实不怎么看 小时候看喜洋洋 就是我以为你是那种就是很可爱 我不是二次元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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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闭嘴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直接给我 她其实很酷的 对 很酷的一个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说什么 3号 女嘉宾您好 我看您的今天这种风格呢 蛮好奇就是您是一种 什么样风格的女生 衣服是节目组给搭的 不能代表我的风格 哦 这样子 好 好 好酷啊 酷 ABC汉方纯眠 养护有方 有爱更健康 下面请看VCR 好酷 1998年2月11日 我颜湘君降临到这个世界 你准备好接机了吗 好酷啊 对 坐标太原 其实很酷 目前在做新媒体编辑 有车有房 喜欢画油画 一个月画量三幅 平时也会练自由搏机 自己最大的爱好是喝酒 大二就开了一间酒吧 我后来实在太累 好厉害 我就把酒吧卖掉了 我二三岁就 性格五星五素 无论工作还是学习 我会对自己不愿意的事情 勇敢说不 把时间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果然是个很酷的女生 很有个性 保持住吗 保持住吗 朋友们 我对感情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无所谓 无所谓 觉得我自己最大的魅力 就是无所谓 好 我不喜欢计较细节 不喜欢吃醋 如果不合适 那就不要耽误彼此 她到底会在乎她的男朋友吗 可能无所谓 可能不介意 如果分手了 我也无所谓 分手了 就该忘干净 抛开以前的东西 再开始新的恋爱 这么决绝 虽然分手很难过 但是第二天我就忘了 第二天就忘了 太酷了吧 受不了醉了 跟前任没有过任何的遗憾 我不会为你再流隔夜的泪 酷白了 好酷 对另外一半的要求 其实也无所谓 对男生的学历没要求 对男生婚时孩子无所谓 对男生收入也无所谓 对男生年龄也无所谓 而且我还不想让别人误会 我觉得早早说明白了 反而是件好事 你不要让对方在你身上浪费时间 每个人都很忙 总之用无所谓来形容我 非常合适 本嘉宾有百合网推荐 总有有所谓的地方 对你的父母也有没有所谓 太重了 天子里边听到很多个无所谓 但是我想对身体 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 还是不能无所谓的 所以要从爱自己开始 要常被999感冒零 暖暖的很贴心 1号 女嘉宾 你好 我在这里面听到你说了很多无所谓 你是不是在你的感情里面受过伤害呢 为什么这么多的无所谓 死亡 死亡问题 其实也不是 是可能为了这段话的连贯 然后加了这么多无所谓吧 你是追求文字的牌笔是吧 好的 谢谢 要不就问他 你找男朋友 你最介意他的什么 是什么 4号 2号女嘉宾 我想问一下你 你谈过恋爱吗 谈过 谈过几段 4段 多少 4段 那有没有你刻骨铭心的爱 问题问得很好 对 这个问题问得很棒 初恋算吗 我感觉一个女人 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 很在乎这个男的 他不会说出那么多的无所谓 他绝对是分手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对 对 不可能没有人会无所谓的 一定不会说无所谓的 我是觉得他应该没有真的喜欢过 没有真的爱过人 我觉得吧 两个人分手 肯定是两个人出了问题以后 解决不了呢 那就不能图天烦恼嘛 因为大家很年轻 如果说因为感情这个事情 耽误了大家以后的工作啊 生活啊 其实也不是很好 那你前面事段是什么原因分手的呢 这样 我明白这个阿姨的问题 就是你那个最长的一段相处了 大概多长时间 我想问这个问题 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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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蛮久的了我觉得 就是初恋是两年 对 结束了也是很快就晚了 其实说不上是旺 是自己强迫自己 要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嘛 就对自己狠狠 我分手我得难过好久 他第二天就没事了 就可能我跟他 孟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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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二号男嘉宾张和 我想把我的声音公放 来 二号的声音放一下 女嘉宾你好 我是二号男嘉宾 你好 一方面我也很理解您的这个无所谓 毕竟后面还有更美好的生活 另一个方面的话 我认为没有人可以做到真正的无所谓 因为我们人不是冷血的 总会有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感情 第二个就是说 在开始的时候您也无所谓 这个是我不太能理解的 如果都无所谓的话 那是不是谁都可以开始呢 那你就不用闻了 我非常赞同你说的话 那您的这个择偶标准 或者是选择的方向会是什么呢 选择的方向 喜欢呀 无所谓是吗 不是不是无所谓 也不是一开始就无所谓 就是要看跟你相处的感觉是吗 是的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 他在乎就是对眼的感觉吧 对对对瞬间的感觉 那这个有点 笼统了是吗 就有点泛泛而成 对应该要再具体一点 我明白张和这个问话的意思 因为很少听到一个女生 说了这么多无所谓 一方面我可以理解 就像刚才说的 她可能是一种 就是这种语气酷酷的 显得强调她的这种态度 另一种我猜想的一种可能性 就刚才她说的 并不是都无所谓 能不能说几条 你特别不能接受男生 就是对服务行业的人 就是特别没有礼貌 我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很好 她是有所谓的 好吧 她是有所谓的 她其实只是表达一个态度 并不是真的无所谓 对对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喂 喂 孟菲老师好 是5号 曹泽宇 你的声音为什么变了 因为我刚刚听到女生 有在打自由搏击 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 业余时间打一打泰拳 有着丰富的被打的经验 所以说我觉得可以 出来让女嘉宾展示一下 有个5号她想出来 被你打一下她痛快一下 你愿意成全她吗 反应得太好了 她不怕 对 她说 她说无所谓 出来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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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回来 活着回来 哎 这个架势有点专业 有点专业 哇 哇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这才几下就差不多了 几下就差不多了 她走了 我走了 我走了 小心 哎呀 摔了 她摔了一下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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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不许跑 站在原地 对 我 站在原地 我反思一下 我反思一下 你从那边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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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歹他 我刚才被划了一下地板 好 没事吧 没事 是 6号 你好 女嘉宾 你好 我刚刚看您的微信 我感觉就是在看女版的 6号男嘉宾 真的 除了我们男嘉宾不会喝酒 你会介意不会喝酒的男嘉宾吗 我觉得酒还是要适当喝一点的 好可爱 我一点也喝不了 你也喝不了 我也喝不了 酒精过敏 很少 从一个这么年轻的姑娘嘴里边听到 酒还是要喝一点吧 他已经不想要不会喝酒了 他已经不想要不会喝酒了 那就不问了 喂 孟老师您好 我是5号男嘉宾 我想跟我的朋友说一句话 雷 5号 兄弟 喂 雷哥听得见吗 喂 看来是真听不见 听见吗 听得见吗 听不到 我听到我帮你问吧 好好好 就是我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顾虑 就是说爱情在她的生命当中 所占的比重是多少 它可以为了爱情 放弃自己的一些东西 放弃到什么程度 然后麻烦帮我问得尽量委婉一点 谢谢 我会的 谢谢 你的有些措辞我也不会原话照说的 好 谢谢 5号他想问的是 因为你在节目当中呈现出的状态 是很洒脱的那种 不太受周边很多事情的忌盘 所以他想问 在你的生命当中 爱情这件事 占多大的比重 或者说你愿意为了爱情 对你自己的性格和你处事方式 做多大的妥协 我也不知道我这样描述 5号是否满意我的服务 很难以很难以 翻译得太好了 只要喜欢的话 多大都可以 多大都可以 只要喜欢对方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块 就是互相磨合 互相为对方做出让步 尽量的小姑娘的性格 应该是挺不错的 嗯 那年轻人妈她肯定 这个性格很酷酷的 喂 喂 孟大哥 我是金莎 好 我想把我的声音公放一下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听听金莎说什么 好 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因为是一个非常酷炫的性格的姑娘 虽然长得是很萌妹子的感觉 那因为我大屏幕 离我还挺近的 你的在很多那种很萌的表情下面 你的眼神 好像有一点点不屑的东西 我能看到 所以我就想 你这么随性潇洒 游戏人间那种感觉的一个酷炫妹子 你为何要选择来这个舞台上 然后要 因为要被人评头论足啊 问一些隐私的问题啊 你会不会觉得不舒适 我想知道你来到这边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其实不是 是我 不知道应该看哪里 太可爱 不知道看 就有点冷幽默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她的摄像在哪儿 我忘了 我是有很认真的回答问题的 不不不不 不是这个意思 她一直很紧张 她可能想表现好 但是没法表现得太好 就越紧张越表现不好 我理解刚才那个 对 金沙说的话的意思 我给你一个建议啊 谁跟你说话 你看着谁说 我跟你说话 你看着我说 那个里边的人跟你说话 你可以盯着千和林添加酱油 那块牌子说 这个植入可以 大家有没有发现 她的状态 也在做很大的调整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问她话 和问别的男女嘉宾 是不太一样的 我有点怕惹到她 你发现没有 小心谨慎 她大概也察觉到 我们的小心翼翼 也尽量跟我比较特弃 你觉得怎么样她 我觉得太随性了 可能我也不是很合适 对 我也觉得不太合适 3号 女嘉宾您好 我看VCR里面 里面有很多无所谓吗 都听这个话 对 我好奇一点就是在于 您对感情的这个态度 真的是无所谓 还是因为你怕受伤害 它是一种保护策略的无所谓 对 这个问题很棒 对 其实也不是吧 那我有一种直觉 是不是 两个人如果看对眼了 很多条件都可以包容进去 是这个意思 那你可以留意一下 我们家陆强 这是一条很好的优点 你反过来想 你反过来想 比如说我明确地提出 年薪不能少于50万 身高不能低于1米78 学历一定要是研究生以上 如果他要把全是画成这样 你不觉得像某些相亲角的 叔叔阿姨们的对话吗 这个多好 只要我喜欢 那你条件都OK 这挺豁达的 对吧 5号 我想提一个感情方面的问题 您会怎么对待一个 你不喜欢 但又在追求你的人呢 我会直接拒绝 从他表达好感开始 我就会拒绝 我说我们绝对不可能 我也不想让他为我耽误他的时间 OK 感觉还是hold不住的 真的 性格有点hold不住 就大家都在 都在犹豫hold不hold得住 hold不住吧 就是这个问题再具体一点 当然你没有那么喜欢 但是也没有那么讨厌 那就告诉他说我们做朋友 除了朋友别的都不行 你们谁是比较喜欢他的 好像没有 没有啊 一个都没有吗 我想灭灯朋友 因为 因为他对我来讲太尖锐了 我也是 我觉得 这种无所谓的态度 不太适合生活 但适合交朋友 我也灭灯 我估计也想灭 因为我不太喜欢比我小的 都灭灯啊 我想灭灯 喂 喂 喂 金莎 我现在有一个就是要代表大家 先转达一下 就是 他是一个新兴人类 很漂亮很萌也很酷 但是今天我们的所有的男嘉宾 我觉得 对待择偶方面稍微有点传统 所以可能就是不能完全的很 很对的上 所以现在他们要宣布就是 全部灭灯 全部灭灯 千和好酱油 真爱林天佳 与你一起见证幸福 千和林天佳酱油 提醒您 新乡亲大会 精彩稍后继续 新乡亲大会 精彩继续 本节目由千和林天佳酱油 独家冠名播出 买酱油选林天佳 千和林天佳酱油 不添加味精色素 防腐剂 本节目由港容真蛋糕 特别赞助播出 港容真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真蛋糕好吃不上火 养护有方 有爱更健康 感谢ABC汉方纯棉的大理支持 所以现在他们要宣布 就是全部灭灯 全部灭灯 对的 灭灯 这都怎么了 他们各自会说一下 他们的原因 来 你一个一个地说 喂 你好 女嘉宾 我是一号嘉宾周博江 你好 首先先说一声对不起 其实就是我觉得你 就是颜值 还有人的性格都很好 真的 但是因为我在成都嘛 而且我的性格 可能会偏向黏人一点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性格上 可能会有一点不合 但是我觉得你的性格真的很好 一定要坚持做自己 加油 谢谢 他讨历他也挺黏人 来 二号 女嘉宾 你好 我是二号男嘉宾 我叫张和 您的性格呢 我认为是非常适合做兄弟 做哥们 但是我认为如果是抱着一种 相对比较洒脱的状态 步入婚姻的殿堂的话 我认为是对双方 也是对双方家庭的一种 不负责 3号 女嘉宾 你好 我是3号卢强 你好 你真的非常漂亮 非常优秀 但是刚才你有讲到自己 比较的宅 而我的个性的话 我比较喜欢一些新鲜的东西 比较喜欢玩儿 比较喜欢户外 所以在这一点上 可能不是很可怕 所以对不起 谢谢 他也喜欢 他超喜欢旅游 女嘉宾 你好 我是4号男嘉宾陈志豪 无所谓谁不会啊 在乎才是最难的 就是我所有在乎的事情 我都会去尽尽全力 尽量每一件事情 都去放在心上 祝你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谢谢 好的 谢谢 5号 女嘉宾 你好 虽然我灭灯 看起来像是被你打怕了 但是真的不是这样 对我来讲呢 在你身上 我可能很难地看到 你真正喜欢的男生 是哪一点打动了你 我不知道我什么东西 吸引了你 那么可能在 我们长久的相处当中 我会觉得 一直会有这种不安 所以我选择了灭灯 真的很不好意思 好的 谢谢 6号 女嘉宾 你好 我是6号嘉宾 你好 我叫你陈坤 然后我觉得 我们俩在性格方面 就是太过于相似了 而且我不太喜欢 就是年龄 就是小的女孩 然后所以我就不好意思 好 谢谢 我来说说我的感受 刚才我前面讲的 我跟你讲话 确实是非常小心的 这里面有我个人的一点原因 我女儿比你还大一岁 所以我一看到 我跟你讲话的那个状态 其实有一点 我像跟我女儿讲话 我也会很小心 在片子当中 你的那个内容呢 会让她们有一种很强大的压迫感 我也会 我想说的是 性格这件事没有对错 大家最大的压力 来自于那个长长的排比 无所谓 其实她已经有过一点解释 她并非对一切事情都无所谓 刚才我们已经聊到过了 她对爱情并非无所谓 她对选择什么样的男生的条件当中 其实是有所谓的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年龄问题 你太年轻 对他们来说 这种洒脱 那些男生们觉得 你像一匹小野马 知道吗 他们有点不知道 弄不住你的感觉 所以我的建议是 在接下来要恋爱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这个 会惊吓到男生的那种 稍微往后 稍一点点 在表达完了无所谓的时候 也告诉他们几条你在意的东西 好 谢谢